畫面中可以看到黑衣男子手捂著頭 還流著血小跑步跑進派出所內向警方求救 怎麼也沒想過才剛到車站的檢票口 就漢人爆發激了口角 居然被另外一名男子持剪刀攻擊 遠景聽見隨即陪同被害人跑往案發現場 沒多久果然就看見嫌犯拿著犯案工具 立刻被逮個正著 帶來聽莊訪問 被害人意思清楚 傷勢無大礙 已送中校醫院診治 流血衝突就犯在台北市南港車站 平常上下班尖峰時刻人潮特別多 在上個月17號早上6點多 70歲的良性嫌犯是在這裡工作的清潔人員 兩人過去曾是同事 嫌犯表示被害人以前常在工作地點 言語挑釁霸凌他 長期隱忍實在忍無可忍 這回又狹路相逢就拿出家用剪刀攻擊 造成65歲的無性被害人 頭部手臂甚至腹部都受傷